10月4日下午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布 會同行政會議決定根據緊急情況規律條例 定立禁止蒙面規律 10月5日起實施 林鄭月娥強調 定立禁止蒙面規律是由於4個月來 參與非法集結進行破壞的人士 全部蒙面隱藏身份 行為肆無氣旦 因此要立立阻止激進行為 令警方更有效執法 回同行政會議已經決定 引用緊急情況規律條例 定立一條名為禁止蒙面規律 也就是社會上已經討論了一段時間的反蒙面法 規律將在明天 即是10月5日開始實施 我們為什麼要定立這個反蒙面法呢 因為大家都見到 過去4個月 在非法集結進行暴力破壞的示威者 幾乎全部都是蒙面的 目的是隱藏身份逃避刑責 他們都因此變得越來越肆無忌憚 我們相信透過反蒙面法 會有效阻嚇激進的違法行為 也都有助警方執法 林鄭月娥指出 暴力事件在近日進一步升溫 並出現變化 第一 往日集中在一至兩區 現在是遍地開花 同一時間在香港多個地區發生 第二 有往日在馬路港鐵站外縱火 投擲汽油彈 現在延伸到港鐵站內製造極大的危險 第三 往日破壞的建築物主要是公共建築物 但現在延伸到暴徒自己選定的目標商店 第四 對於持不同意見的人士 往日是對罵 毆打 現在是用私刑 第五 針對警員有往日的對峙 突襲 到現在圍毆 用致命的武器 用腐蝕液體 搶犯 搶槍 導致警員為了生命安全 別無選擇下使用配槍 林鄭月娥強調 雖然政府根據緊急情況規律條例 定立禁止蒙面規律 但只是針對目前出現危害公共安全的情況 並不代表香港進入緊急狀態 雖然我們引用的這條條例 是叫做緊急情況規例條例 來對定立禁止蒙面這個規例 但是並不等於香港已經進入緊急狀態 行政會議也都不是宣佈了香港進入緊急狀態 因為條例下面賦予行政長官會和行政會議的權力 是可以當我們認為社會上出現了危害公安的情況 而事實上我想沒有什麼人會懷疑或者質疑 香港已經是出現了危害公共安全的情況 所以我們可以按照這條條例 由行政會議訂立任何合乎公眾利益的規例 林鄭月娥提到禁止蒙面規例只打擊使用暴力人士 有提供合理辯解與有需要戴口罩或者蒙面的人士 她表示規例以先定立後審議方式實施 在立法會附會後將提交立法會審議 希望市民理解支持 社會必須一同向暴力說不 努力恢復正常的秩序 更多精彩尽在中國新聞網客戶端 於是 公雄 修正常的秩序 amended